我没有极限,我都会难辨 一直都输了,我们身上的快乐 我又没有冲坎 以前提到邓紫棋,大家都会联想起她演唱的歌曲 像《泡沫》、《光年之外》、《再见》等等都是耳熟能讲的歌曲 邓紫棋凭借天籁之音和实力长强,成为了巨废小天后 每一次登台现场,都能演绎独特的舞台效果 在江苏卫视跨年晚会上,邓紫棋以一些神女造型、惊艳亮相 为我们带来了优美动听的歌曲 有请我们的创作才女邓紫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祝你新年升职加薪,买车买楼 报复报美 不同于以往的摇滚风造型 邓紫棋这一次难得性感一回 身穿白裙,戴着精美的头饰 浑身上下流露出抑郁风情 不得不说,这一身打扮真的好惊艳 见惯了邓紫棋在舞台上的叛逆打扮 总是以一副说唱歌手的形象示人 其实只要认真打扮起来 她确实是一位妥妥的娇小型美女 这一身白色蕾丝相钻的鱼尾长裙 很好地展现了她迷人的身段 浓妆艳魔,净鲜女人味 当造型足够好看 歌声足够迷人的时候 一切的意境美都营造起来了 配上江苏卫视的灯光设计与舞美 总感觉此刻的邓紫棋 就是上帝之女 浑身上下散发着圣洁优雅的气质 这一次真的要给造型师加鸡腿了 高级感瞬间拉满 泪了就让我带你飞翔 我要不要恨恨 你不要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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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要的快乐 你不要想要的快乐 你不要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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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不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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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紫棋宛若若神女 优雅灵动 手拿话筒唱歌的样子 仿佛在传递一种天籁之音 这条白裙的做工非常精细 在灯光的渲染之下 闪闪发光 明明邓紫棋的身高 只有1米57 可是在舞台上 感觉气场有2米8 不得不说 她的身材比例相当的好 女王气质拿捏得死死了 如今的邓紫棋 已经31岁 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可是她依旧把整个状态 保持得非常好 看起来就像25、6岁的女孩子 每一次听邓紫棋唱歌 就觉得是一种享受 在她娇小的身躯里 藏着巨大的能量 不论是高音还是难唱的调子 她都能唱得很动听 一袭白裙穿在身上 邓紫棋宛若舞台上 那颗璀璨的星星 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 她强大的气场 以前都是走rapper的路线 这一次在江苏卫视舞台上 演绎优压女神风范 邓紫棋果然是百变小精灵 什么风格都能完美hold住 邓紫棋独领风骚 女歌手中的翘楚 在top10中名列第一 作为新上代歌手中 因缘数据表现最好的一位歌手 邓紫棋不仅能和前辈PK 更是要和一众流量打架 打开QQ音乐歌手排行榜 我们就能看到四大神仙在打架 周杰伦 林俊杰 薛之谦和陈奕迅等中生代歌手 牢牢占据着前五的位置 偶尔上升 偶尔下降 却也只是交换一位位置罢了 其中的变数也只有一位 邓紫棋 在启示录传集发布 正式宣布结束闭关之后 邓紫棋在歌手榜的排名迅速上升 很快就来到了第三的位置 仅次于周杰伦和林俊杰 再去看看早前微博方面的 女歌手影响力榜单 何阳超越 吴轩怡 以及孟美琪等偶像歌手们争流量 谁看了不说一句 姐姐太强了 而且这类榜单 邓紫棋往往能够名列前茅 可见其影响力有多么的夸张 毫无疑问 现如今的邓紫棋 在新神代歌手中就是领先人物 无论是音源数据 还是实际人气 亦或是专辑质量 以及唱功 她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